注意互联网营销研究院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 Janny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Shopify后台设置运费 首先 在Shopify的后台点设置 之后呢 点发货和配送 在发货这里 点管理费用 然后点创建可发货区域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选美国 就在名称这里填美国 点完成 然后点添加运费 Shopify与加拿大邮转Canada Post 有一个合作 叫Shopify Shipping 如果使用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个折扣 想用Shopify官方货运的同学们 可以点第二个 使用乘运商计费 挑选我们想要提供的货运服务 然后呢 我们在下面 调整手续费 可以按照百分比收取 也可以收一个固定的费用 然后我们点右下角的完成 这样我们美国的运费就添加好了 如果大家不想要这个分区了 就可以点这三个点 然后点删除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如何人工的设置费用 我们再创建一个新分区 分区创建完成后 点添加运费 然后呢 选设置您自己的运费 我们想要设置的是 客户购买50加币 就可以免运费包邮 那么在运费这个名称这里 我们就选Free Shipping 免邮寄费 那么注意 客户呢 是可以在结账的时候 看到你填写的运费名称的 因为免费包邮 所以价格不需要修改 然后呢 点添加条件 然后点基于订单价格 然后在最低价格处 填写50 然后点完成 对于那些没有达到50包邮条件的订单 我们也需要添加邮费 那么点添加运费 价格呢 填2块9毛5 填写运费名称 点添加条件 选择基于订单价格 最高处呢 价格填一个25 然后呢 点完成 这样 对于低于25的订单 我们就可以统一收取2块9毛5的运费 那么单价在25到50之间的订单呢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添加运费 还是点添加运费 价格填4.95 填写运费名称 点添加条件 选择基于订单价格 最低价格呢 填25 最高价格填50 然后点完成 这样 25到50之间的订单 我们就可以统一收4块9毛5的运费 我们的运费设置就这样做好了 大家赶紧去试一试吧 还有更多的 做Shopify电商 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会在美东时间 每周六晚8点的直播课里 为大家免费分享 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TuiTraining.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TuiGroup.com